秦始皇灭掉六国后,对六国君主及其妃子是怎么处置的,说出来难以置信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,秦王嬴政花费了十年时间,先后攻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其六国统一天下, 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诸侯纷争的局面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的大帝国。 有趣的是,后人都比较关注秦国将领们的功绩和结局,对于六国的亡国之主们却并不甚关心。 这种现象也正常,因为六国的国王们都比较没志气,全部都选择了投降,被秦国所俘虏, 被俘虏的君主有被处死的,有被饿死的,当然还有三位至今下落不明。 还有那六国国君的后宫妃子加起来三千多人,这么多的后宫家里, 他们各个出水芙蓉,天生丽质,面若桃花。 如果把这些家人放了是有点可惜的,秦始皇把这些后宫家里接到了秦国, 秦始皇把他们分为皇后、夫人、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妻子、长使、少使。 当然,等级并非虚敏,每个等级有相应的待遇。 包括奉禄、仆人等等,这个等级方法也一直被后代延续使用,只不过在称呼与树木上有所区别。 可是这六国的后宫家里实在太多了,秦始皇的后宫根本根本就放不下, 于是特地修建了一座非常大的宫殿群来安置他们,这个宫殿群就是人人都熟知的阿旁宫。 在杜牧的《阿旁功夫》中写道,明星盈盈,开装静也,绿云扰扰,书小还也, 未留长腻,弃之水也,烟邪勿衡衡,焚焦蓝也。 这一段文字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,但也可以看出六国的妃子多了去了。 加上之前的后宫美女就有成千上万了,足足可以组建成一支军队, 这些妃子们吃喝汁粉一概不愁,每天都打扮得十分妖艳, 白天载歌载舞,晚上饮酒奏乐,秦始皇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大英雄, 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美貌和歌声吸引皇上, 他们天天翘首以盼,希望哪一天皇上能临幸的自己。 无奈秦始皇的后宫实在是太多了,皇上又忙于国事, 而且还有他自己的妻妾,很少去光顾他们, 这些妃子们只能望着皇宫的方向期盼皇上的到来,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没有见过秦始皇的面。 甚至有的妃子三十六年都没有见过皇帝的面, 这些来自六国的妃子,离开自己的国家, 被当作了秦始皇的资本, 身公寂寞,胃童嚼辣,怨女成群, 长夜漫漫,凄苦一生。 秦始皇的一生有很多儿女, 二十三个儿子,十个女儿, 这可以说明他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, 尽管六国的美女为了争宠各显神通, 但是秦始皇只有一个,无法兼顾到每一个人。 这些妃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亡国之恨, 秦始皇过来的时候就歌舞升平, 不过来的时候就翘首以待,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离世。 秦始皇去世之后, 秦二世对这些妃子的处理是, 皆定从死,死者慎重, 于是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, 成了秦始皇的殉葬品。 相比较这些妃子来说, 六国的君主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。 韩王安被软禁后处死。 韩国是第一个被秦国灭亡的国家, 先灭韩是李斯提出来的自三家分禁之后, 韩国由于分道的国土面积最小, 成为了战国时期国力最为弱小的国家。 当时秦始皇并没有将韩国放在眼里, 而是预先消灭劲敌赵国, 但是李斯却提出了不同意见, 并分析了先灭韩国的必要性。 由于韩国地处秦国东出必经之路,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 秦国要想心无旁骛地消灭六国, 必须首先灭掉韩国, 方可无后顾之忧,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。 公元前230年, 秦王正派内史腾为大将, 率领秦军攻克韩都新政, 韩国无力抵抗致此灭亡, 韩王安做了阶下球, 与韩国大臣们被押送到咸阳, 后来又被软禁于陈县, 公元前226年, 韩国旧贵族们在故都新政发动叛乱, 叛乱虽然被平息了, 但秦王嬴政为了根除祸患, 依然还是将还在软禁中的韩王安处死了。 赵王谦流放之后被活活饿死, 赵国是第二个被灭亡的国家, 自赵武灵王时期开展胡服骑射之后, 赵国实力大增, 成为了关中六国中国力最盛的国家, 也是和秦国争夺霸业的劲敌, 自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, 赵军四十余万主力被秦江摆起坑沙, 自此元气大伤, 在后来的邯郸之战中险些灭亡。 从公元前232年起, 秦国对赵国多次用兵, 赵国虽在名将李牧的带领下奋力抵抗, 使得秦军无法快速攻占都城邯郸, 但是赵国的很多城池都被秦国吞并。 国力迅速地衰减了, 韩国被灭后, 赵国由于昏庸的赵王谦当政, 朝堂之上一片混乱, 于是秦王决定趁此机会一举击溃赵国。 公元前229年, 秦国派名将王谦率领二十万秦军, 开始了灭赵之战, 赵国一派出了同为赵国四大名将的李牧迎战, 赵军在李牧的指挥下有效地防守, 使得秦军久攻不下, 双方僵持了一年之久。 最终王谦使出了反剑计, 派人用重金收买赵王谦的宠臣锅开, 让他在赵王谦面前诬告李牧, 意图勾结秦军, 反叛赵国, 赵王谦昏庸不便真伪, 将李牧诛杀了, 李牧被害, 赵国已无人可挡秦军, 公元前228年, 王谦率领秦军攻入了赵都邯郸, 俘虏了赵王谦及赵国宗室, 赵国灭亡。 赵王谦在被俘虏后, 秦王嬴政将其流放到偏远的南荒之地方里, 任其自生自灭, 赵王谦最后在深山老林里被活活饿死了, 魏王甲被俘后疑似被杀, 战国初期的霸主魏国, 到战国末期已经衰落为了末流效果, 面对秦国的威胁, 甚至不得不主动献的苟延残喘, 不过, 魏国的屈膝并未换来多久和平, 秦王正22年, 前225年, 秦始皇还是派王奔率军攻赵, 围攻魏都大梁, 后因秦军引黄河, 鸿沟水冠大梁城, 城内死伤无数, 魏王甲被迫出城投降, 魏国就此灭亡, 关于魏王甲投降后的结局, 史记并无记载, 但《猎女传》中却提到了一句秦煞甲, 楚王复出结局不详, 昌平军兵败自尽, 战国末期, 楚国是关东六国中除赵国之外的另一强国, 秦王正22年, 前225年, 秦王嬴政派李信和蒙田率兵20万公处, 秦军本已取胜, 但因昌平军雄起, 在影城起兵叛选, 结果导致秦军大败, 此年, 秦始皇又派王俭率领60万大军公处, 楚将项燕起清国之兵抵抗, 王俭与项燕对峙长达一年, 面对楚军的多次挑战, 王俭拒不出战, 一年后, 项燕见秦军毫无进攻意图, 便率军向东退走, 王俭剑壮立即挥军进攻, 楚军大败, 项燕被杀, 楚王复楚被俘, 关于楚王复楚的结局, 史料并未记载, 楚军大败后, 昌平军雄起在淮南被拥立为楚王, 另说为项燕拥立, 定都兰岭, 以长江作为屏障, 占据吴越之地继续抵抗, 而秦军在灭楚之后, 则继续出兵向东进攻, 昌平军最终在蒙武的进攻下, 战败自尽, 燕王喜被俘后下落不明, 燕王喜是太子丹的父亲, 早年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去刺杀秦王, 结果失败, 燕国遭到秦国报复, 燕王喜为了保命, 主动斩杀太子丹, 将其首级献给秦国, 终于换来了数年苟延残喘时间, 公元前222年, 秦军再次攻燕, 掳燕王喜, 燕国灭亡, 燕王喜后来下落不明, 秦王剑投降后, 被安置贡地, 活活饿死, 公元前221年, 秦江王奔率领秦军, 由燕国南部对齐国发动突然袭击, 秦军直驱齐都林兹, 金山东林兹, 与此同时, 秦王嬴政派宾客陈池, 诱骗齐王剑, 只要投降秦国, 秦国便赐给他500里的封地, 于是齐王剑不战而降, 齐国灭亡, 齐王剑投降后, 被安置于荒芜的贡地, 不知具体何处, 不给他提供食物, 齐王剑最终活活饿死, 秦始陈池右齐王内之, 约与500里之地, 齐王不听吉莫大夫而听陈池, 岁入秦, 处之贡松柏之间, 饿而死, 战国策, 卷十三, 齐策六, 以上就是秦国灭亡六国之后, 六国末代君王的最终结局, 一直以来, 天无二日, 民无二主, 王国之君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, 但是以战国末期六国的军力来看, 这些王国之君实在是没有能力抵挡秦国的铁骑, 选择抵抗, 一定是必死无疑, 主动投降秦国, 或许能够为自己寻求到一条生路, 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, 胜者为王, 败者为寇, 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道理,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 在下方点个赞, 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 就在下方留言吧,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